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付绝对会成为继我不是要神之后的爆款 我们来看看成绩 这是首应日的票房 这是第二天的票房 真的是实力碾压 难道这个败局真的已经成为注定吗 很遗憾的说 真的没办法翻盘了 但是为什么呢 就像我不是要神和邪不压政这队一样 怎么这些传统大片干不过中等成本的商业片呢 是不是特别想要知道 我们先看四大天王 制作商方面 有华裔兄弟 稍微了解一点 内地电影制片的都知道 这可是私营电影商这块最大的店铺了 掌门人是王中军 王中磊两兄弟 导演则是许可 从影三十多年了 算是个老江湖 香港新浪潮的棋手 北上导演的代表人物 演员这块呢 也是大台云集 赵又廷 冯绍峰 林更新 周冬雨 当然还有老台女王级人物刘嘉玲 至于视角效果更不用说了 而反过来 我们看看爆款倩红氏首付的基本配置 制片商是开心麻花 这几年的确混了很开 从夏洛特烦恼到吕德水 再到修修的铁拳 的确每部都赚钱 但是他本行其实是做舞台剧的 导演是 说实话 两人加上西红氏首付 也才导演了两部电影 是个嫩麻子 至于演员 除了主演沈腾和宋云化 还算是熟练 其他的 算是电视剧配置的 而说到电影的画面效果 被影了和电影的主题类似 爆发护特性 但是恰恰是这两个天上地下的配置 却造成了票房和口碑上的颠倒效果 这和我不是要神于邪不压正的票房口碑现象非常相近 我不是要神强的 是现代医药体制和抗病难问题 而西红氏首付讲的 则是极端的贫富差距带来的人性拷问 这些话题可都是我们老百姓每时每刻都会遇到的事情 但是反观两部大制作的电影 邪不压正讲的是民国时期的风云突变 而敌人节呢 讲的更是唐朝那年代的陈芝麻烂谷的事 你说大家的眼珠子 能被吸引过去吗 爆款电影之所成为爆款 地气能不能接得上才是最重要的事